今天持續偵辦超私進口雞蛋案件 而超私負責任的女兒吳玉菲之前都在日本 在昨天已經返台 先是在台北市調出接受訓問 凌晨在北檢附訓之後 以三百萬交保科技監控 限制出境出海 而他是在超私案中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疑似一人身兼日本食品公司 代表日方代理商跟超私貿易進口商三個身份 下回台接受偵訊 警方也將一彌清整個案情 你好 我是宋岳明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